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祥国1984年1月出生 重庆永川人 现任西藏军区某冰皇团班长 荣获全军史官优秀人才奖 农历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两次 彼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2001年12月 杨祥国主动放弃就读重庆三峡学院的机会 领征入伍来到西藏边防 在生命禁区 与边防巡逻结下了部届之愿 2002年5月 杨祥国第一次踏上了巡逻的征程 他是连队有史以来第一个入伍半年就获得巡逻资格的新战士 也就是这次巡逻让杨祥国刻骨铭心 在通过刀锋扇时 杨祥国由于经验不足 身体失去了平衡 连人带背包 滑向深远 幸亏被棍木松挡住 才逃过了生死一届 尽管如此 杨祥国并没有被吓到 拖着受伤的腿 硬是以惊人的毅力 走完了六天五夜的巡逻路 阳祥国巡逻的道路是西藏最长 道路最限 条件最酷的巡逻路 途径是一条冰河八座雪山 三十七处要借助攀登绳 二十六处需要架设旋梯 有两百多处危险路段 曾经就有四名将士不幸壮烈牺牲 2005年 巡逻分队突遇尼石流 巡逻英雄古怒 围救战友 被尼石流冲进了悬崖 一个鲜货的生命在杨祥国面前瞬间陨落 这也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伤痛和遗憾 从那天起 巡逻不上一人返回不少一个 成了杨祥国对战友的庄严承诺 于是每次巡逻回来 他都把心得记录下来 整理归纳出一些管用的经验和训法 达达提高了官兵巡逻的安全指数 连队八年来 再没有发生过巡逻亡人事件 2010年6月12日上午 天气异常的好 正当巡逻分队向海拔5100多米的急崩拉山口攀爬时 山顶突然动物弥漫 杨祥国根据经验判断 这是雪崩发生前的明显征兆 他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戴绿的干部 并迅速组织人员往后撤退 就在他们撤离到安全地带后不久 铺天盖地的冰雪裹接着岩石 倾泻而下 当时的时候 我也不晓得要干啥 感觉清洁才踏下来那种感觉 后面 我本来过来了 他跟我说 害我不要怕 他给我带回 但是我们也相当小心 但其实经过断崖的时候 我不小心踩化了 生气就顺着那个断崖往下面掉 杨帮长也被我拉到往下面掉 幸好当时他抓住了一颗小松鼠 要不然我们就合国就不看射箱了 当兵十二年 杨帆国在天险绝路上接候参加巡逻六十余次 行程四千六百余公里 四十七次与死神擦惊而过 身上留下二十一处伤疤 中场践行了一名边防军人的蒸蒸试验 每次巡逻队员都要负重七十多斤的补给物资 途中饿了只能啃干粮喝凉水 晚上住在搭建的简易帐篷里 由于长期负重导致脊柱严重变形 杨帆国的身高比入五十减少了两公分 2009年脊柱疼得让一向以铁人注重的杨帆国直不起腰来 医生检查后说 如果再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会引发脊柱瘫陷 导致全身瘫痪 当家人知道这一情况后 多次让他尽快复原回家 但是都被杨湘国拒绝了 他说只要自己还能够参加巡逻 就会一直走下去 团里先后三次将他调换到没有巡逻任务的连队进行调押 但是杨湘国每次想到自己的诺言和尖声的责任 又毅然深情回到了老连队 还主动担任尖刀班班长 冲在危险的第一线 2004年8月暴雨过后 巡递道上唯一的独木桥被山洪冲到不见踪影 巡逻官兵们试图在河上铺设简易木桥 可木头还没有搭上就悉数被河水卷走 杨湘国仔细观察河水情况后 将攀登省一头拴在河边的大树枝上 一头觊觎腰间 慢慢试探着涉水过河 在他顺利到达对岸做好安全措施后 战友们才一个接一个的渡过了河流 圆满完成了这次巡逻任务 长期以来 杨湘国同志忠实践行入党和入伍誓词 他功而忘思 一诺千金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军人这个特殊群体 对忠诚这两个字的深刻理解 是我们边防军人的杰出代表 十二年的坚守 十二年的承受 杨湘国在边关哨下 用执着诠释着军人的忠诚 用热血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自古军人忠孝男两全 杨湘国的妻子南产 父亲患癌症病逝 他都因为执行巡逻任务 没能及时赶回家 他把对家人的种种愧疚 都撒在了一次次的巡逻路上 千里边关总关琴 解放军第211医院院长贾丹兵 从上任的那天起 就在心中许下了一个诺言 一定要带着感情为冠兵服务 加丹兵 1955年出生 辽宁沈阳人 解放军第211医院院长 前后荣获38项科技进步奖 第二届全国十大女节 全国金国建功标兵 三次荣丽低等红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复选人 十五年生 越来越精神了 戴小帽子 可以了 站起来 他那天累还多了 他那个主任你还得全力一步 你的目标就是 把我们设小伙 练成啥子 还得像以前那样 能正常走 能正常的训练 能正常说话 这是咱们的目标 好样的 好样的 小少入院时深入昏迷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救治 丧失语言功能的她 已经能开口叫妈妈了 是谁 是妈妈 大山说 妈妈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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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妈高兴的 好儿子 少云飞是某冰房林的一名牌长 今年2月24日 她突然出现眩晕摔倒 在驻地医院被确诊为脑出血 两次手术治疗后 小少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出现颅内感染 并伴随呼吸困难 贾丹兵直到此事后 第一时间带领专家 开通了远程会诊系统 为小少会诊 结果显示 少云飞必须进行 转院救治 于是贾丹兵当即安排救火车 将其寄到医院 而后组织专家 马上进行手术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抢救 少云飞终于 转威为安 为什么贾丹兵会对一个 兵房排长的治疗 如此伤心呢 其实这都源于 1997年贾丹兵上任院长当天 给自己定习的那条规矩 一定要带着感情 为官兵服务 2007年12月 贾丹兵再次来到边防巡诊 他发现官兵在直勤训练时 由于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 官兵们出现了高寒所知的 脊背酸痛等现象较为普遍 虽然这些年各级领导 都非常关注官兵的预寒问题 但是由于官兵训练时 怕影响战术动作 有时只能在直勤时 才能把这些预寒装备用上 这件事对贾丹兵触动很大 怎样才能找到一种 既不影响官兵训练 又能提高官兵 抵抗严寒的办法呢 作为药学专家的贾丹兵 也回到医院 就组织相关人员调研论证 决定通过中药 提高官兵的防寒能力 2008年年初 由他领先的重大专项课题 高寒抗缺氧中药的 这几研究正式立下 此后贾丹兵多次到 边防一线 了解体验官兵在严寒中的训练 执勤和生活 在药物研制上 他和课题组的人员 按照新药的标准 一向向试验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 这一科研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 边防官兵服用后 预寒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你吃完药以后 没烧觉得怎么样 好歹不 可以 可以 来 再 这怎么 那个你们现在还有啥需要 你们感觉到在这个执勤的这个过程中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给你们做保暖的方面的这个这个 有什么要求没有 持穷是说 小伙子 像我们这个衣服都穿比较暖和 像你这个比较好 像这个 再行 反正如果要是加上药 从内在里头再往外 反正加上保护的 这可能就行了 平时浪费一文钱 他都心疼 可为部队官兵花多少钱 他眼都不眨一下 他常说 战士的生命 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只要能满回官兵的生命 花多少钱 都值 贾丹兵任院长以来 医院为部队服务的投入 是上级下波经费的3.8倍 近三年来 医院就投入了1.1亿元 在卫兵服务上 贾丹兵舍得花钱 可在药品采购 引进医疗设备 大象工程建设上 那些供应商都觉得 贾丹兵太抠了 这是医院不久前 组织的药品和医疗器械 采购招标会的现场 贾丹兵说的乱七八糟的事 指的是那些宴请回扣之类的 一些医疗行业中的潜规则 我们在这个药品和设备采购中 还有工程建设中 我们都跟商家要一些效益 把价格压到最低 他们把价格压到最低 就是把力让给我们 我们回馈官兵 让力给百姓 这些年来 贾丹兵养成了一个习惯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到门诊转一转 看一看医院对外窗口的服务情况 到科室里走一走 了解医院的医疗和用药情况 能给别人省一分就省一分 尽量做到呢 池油价里 这个是咱们的 是吧 这个呢 其实二岁的花大爷 换骨骨头坏子 在骨二科做了骨骨头致患手术 术后花大爷的老伴很满意 原来花大爷换的是双侧骨骨头坏子 按常规 两侧的骨骨头都得置换成人工的骨骨头 但医生在为其治疗时 只换了一侧的骨骨头 而另一侧则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为其保留 这样做治疗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病人不仅减少了痛苦 还节省了医疗费用 就你用啥药 我就对症下药 你用啥药给你点啥药 不给你点乱七八糟的 那就是这个我刚才看了 基本上从用药方面什么的 都非常不错 这个还是得按照咱们院的 有关的要求吧 一个是从低往高用 另外一个主要是关键点是 这个科学的诊断 合理的用药 特别是个体化 用药的个体化很重要 可能说是 所有别人从业的那种东西 根据不同情报 就要让利给百姓 还要创造效益更好的服务官兵 为此贾丹兵可是费了不少心资 为方便百姓就医 贾丹兵推行了真正意义上的 无假日医院 CT核磁等大型检查设备 365天开放 取消门诊午休 就连年三十二大年初一 专家也要正常出诊 有人对此不解 大过年的专家比病人都多 有必要出诊吗 贾丹兵的理由很简单 承诺必须兑建 宁可让医护人员创修 也不能让患者持闭门更 十几年来医院日出门诊量 由过去的三百多人次 增加到两千多人次 医疗毛收入有三千三百万元 增加到了五点零三亿元 多年来贾丹兵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光环 可是在他自己的心里 最看重的还是官兵们对他的赞许和认可 因为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一定要带着感情为官兵服务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呢 和平年代特别节目道德的力量 将给您讲述建议勇为模范候选人 沈兴和谢国江的故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